本艇于大桥南面发现翻覆快艇 金门又船出钓客出海钓鱼翻覆落海意外 海巡队27下午3点左右接获民众通报 指金门大桥小金门段有船舶翻覆 船上两名钓客人落水急需救援 海巡队立即出动巡防艇及时前往 顺利将攀附在船舶旁的两名钓客救起 两名钓客无伤仅受到惊吓 上岸后送医进行进一步检查 及时赶到的海巡艇将落海钓客救起后 并将翻覆在福在城的船舶扣住 由随后前来协助的民间有人船只将翻覆于船拖回 两名钓客也在巡防艇接护下 在下午4点左右上岸 两名钓客看起来没有受伤 仅因意外落海而饱受惊吓 海巡署第12循环区于27日15时 接获民众报案称 金门大桥海域一艘波特船荒腹 两名钓客已是落海 请派艇救援 接获通报后 立即钓派线上循环艇 3585艇赶至现场展开救援 该艇于151动时 赶至现场发现两名钓客 攀附在方户床旁 3585艇立即抛出救生圈 将两名钓客救治顶上 再次罗错于赶 金门巡防区接到民众电话通报 有钓客落海意外后 有关人命 第一时间立即出动巡防艇 及时到金门大桥小金门段救援 巡防艇抵达事发海域后 发现两名钓客攀附在翻附船艇呆员 赶紧靠近将落海人员救援到巡防艇上 初步检查 两名钓客无明显怪伤 并晚去搭乘救护车 自行离去 金马鹏分署表示 金门海岸舰交直交错 水门护杂 而且潮差盛大 呼吁民众从事客向 清水活动 务必注意潮汽变化 做好安全防御措施 金门大桥靠近列宇端桥段 室友钓客前往钓高架黄鱼 五鱼等鱼货 根据有经验的钓客表示 此次翻附的船艇是受到附近船只经过所造成的涌浪导致翻附 索性通报救援及时 顺利将两钓客救起化解这场落海金魂迹